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言、马苏、和杰等明星达成合作 但一合同中没有明确说明明星该怎样为产品打广告 最后让企业和中介公司有点小尴尬 据悉,华裔人郑凯的代言费为600万 中间人陈先生被中途甩掉 公司因此渐渐破产 郑凯为打招呼直接与企业签合同 被认为不讲规矩 而代言微商产品的明星 企业一般先将报酬全额 打致他们或经纪人的账户 在打广告方面 合同中也会给到明星本人选择 比如一到两个月或是一年以内发微博 那么这类微博该如何发呢 陈先生透露 有些明星自己写好 或是经纪人编辑好后 在截图发给中间公司确认 前产品公司会有文字图片要求 而在发微博广告时 李小鹿曾经让合作企业很不满 他不提产品名称 只讲化妆品摆放在不起眼的地方 但几十万个报酬已经打给了李小鹿 合作企业只有认栽 其实王宝强也曾是微商化妆品的广告代言人 贺欣在录制视频时 他的形象没有达到合作企业的要求 对方要求重录视频被宋哲拒绝 十万人酬劳被制衣进了宋哲的口袋 王宝强或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陈先生不料 明星微博代言的价格不一 陆毅一爸爸二宝红是价格为三十五万一条 王祖兰则到胆报价到一千三百万 而明星们这一块的收入又基本不会上税 其实明星们并非都会接微商代言 陈先生就表示 李小属于来久不去的类型 并且所做的广告与合作企业达成一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